揭發不公不義 維護你我值得權利 我是賴麗英賴小英 今天是同律同文勛律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之前呢我還記憶猶新 同律上次來的時候 又特別講跟我們揭露了 揭發了這個蔡英文家族 在海霸王的那個戰地 是其實大有問題 那即便呢網路上 大家討論成這樣子 但是蔡家不講就是不講 好那他前身就是勒馬大飯店 那市北市的市民 就應該還給台北市民啊 那現狀就是蔡家 申請兩次土地變更 要變更成商業區 但是目前的現狀是 應該是沒有辦法變 因為我們這麼多的努力啊 事實上我覺得 我們至少達成一個功能 就是說這塊土地是軍事用地 它是軍事用途嘛 那你怎麼樣 你把它編成軍事用途的時候 你把它從二號公園 台北市的二號公園 把它編給軍方使用嘛 那它事實上從來沒有 就它本來編出去的那個地幕來使用 那現在你說你要把它解編了 你要從原來的機關 就是軍事用途 從國防部 要還給台北市政府嘛 如果台北市政府決定說 把這塊地標出去 那大家來標嘛 你怎麼可以說 變成是私人的土地呢 而且把它變成商業區 這等於是直接送給 總統的整個家族呢 大概40億台幣吧 40億到60億嘛 所以這不只是這樣子 同一個時間 我覺得這一集 大家一定不要錯過 因為會非常的精彩 我們去駐外景 好 我們待會馬上跟大家報告喔 他們家的土地的問題 不只這一塊 不只是 不只海豹王這一塊 令人這個神秘中還有神秘 而且還更隱秘喔 另外我們在節目後半呢 會有這個豬農來投訴 就是因為之前 兩年前大家還記得嗎 那時候公投啊 要開放美豬 那其實是美豬當中的萊豬 但是蔡英文總統 公投下鄉的時候 就硬要講說是美豬 結果同意票都沒有過關喔 那總之呢 現在開放萊豬了 那所幸的豬農就收攤了 大勢已去啊 沒有辦法繼續經營 轉做農耕可以吧 哇台湯土地很大 大家都知道啊 也很低價的租給小老百姓 結果有200名的農人呢 哎 這麼多年來 六七年來 就投入了一些機具 還有投入了一些心血 結果呢 現在要蓋光電板 現在要變成工業區土地收回去了 那過去的契約呢 也就翻臉不認人了 那現在到法庭上 結果法官也沒有聽得仔細 也沒有從頭聽到尾 結果就駁回 真是非常慘喔 我們會有豬農現身說法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 請同律 還有我們線上陪審團 一起來看喔 蔡英文總統 大概是歷屆總統當中 最不想讓人家去談論他的家族啦 家家族史 好 那他們家的經濟狀況 他的 甚至他的健康狀況 都不被討論 那我們這一次呢 就是請大家回到這個時光呢 回到1970年 帶大家來看陽明山 當時是蔣介石蔣經國時代 還在戒嚴時期 那陽明山上的土地 他們家到底是怎麼取得的 我們一起出外景去看一看 現在你看到的環繞這樣的房子 都已經改變了對不對 對 在1970年的時候 嗯 這邊全部都是美軍顧問的 所以都是一片平坦 而且他其實有很多的設施 他也有雨球啦 然後那時候他們打Tennis嘛 所以有網球場 還有 swimming pool 對 就是在這一區 然後這一區是將軍區 我猜好我們這一集播出去之後 就會有國安人員職業站崗了 哦 但是 我們要先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一切都要合法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找到這個地址 是因為 蔡英文她自己公佈的 哦 因為她有一個 她說 彭正教授是認為那個資料是偽造的 我覺得那個資料確實有問題 因為並沒有LSE的真正的那個簽名 哦 好那沒有簽名的一封信 事實上是無效的 嗯 好那這個東西是總府自己公佈的 嗯 上面有一個地址 就那個地址我們才找到這些空照圖 哦 那所以其實它的入口是在另外一條巷子 我們剛才也去另外一條巷子看過了 對 沒有入口 那我們現在找到另外一個 第二條巷子 是不是有入口呢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房子呢 有一個看起來是 應該就是1970年代那種鐵門 好 可是它已經沒有門牌號了 這個門牌號被取消了 嗯 這門牌號被取消了 然後 有一個關鍵就是這邊有一個路燈 上面有巡邏箱 巡邏箱 我覺得它暗示了很多事情 它其實應該也是很久沒有巡邏了 那 不然平常 現在都是用QR客 對 哦 現在都是用QR客 QR客 OK 所以也不用紙本了 對 不用紙本 那我們私下也跟附近居民了解一下 他說其實原來那個 死死 那個地址 是已經是空掉 是一個空屋 那我們現在來看也是有點 應該是 但是我們猜是這一戶 所以它可能入口的時候 之前有一個入口 後面其實也有一個入口 那廢棄了 是 但是呢 這個房子的隔壁 這樣沿著牆壁往上看 其實這都是同一戶 應該是同一戶 因為我們現在看這個裡面是通的嘛 所以應該是同一戶 這個房子 哈囉 你好 哈囉 欸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對面 這個房子 來 欸 不好意思 哈囉 有人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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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門牌 不知道是不是13號 它這個跟這個是連在一起 對 那你知道是姓什麼嗎 這個屋主 那個 是姓蔡嗎 對啊 哦真的啊 是姓蔡 蔡英文他的哥哥 蔡營養是不是 蔡營養 所以是現在上面這一棟嘛 17號這一棟嘛 現在還有大人 有啊 有喔 現在這間嘛 這間喔 這個都從前到現在 哦 幾十年了 四五十年了 有沒有看過蔡英文上來 小時候 小時候他有上來過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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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何拿到這個地喔 也是充滿了問號跟客權 對 因為當時這些地喔 除非就是原來的農民 他的農舍 帆建 再不然的話很難拿到建造 嗯 那他們拿到建造 而且 還是要再講一遍 其實 之前都沒有這些房子 這一些 整個區 我們從公照圖可以看得出來 是 就是原來通通都是美軍國問團 哦 那當時是特權 因為美軍國問團 當時為了韓戰接著越戰 對台灣有美元 所以當時他們 那這些美軍國問團的眷屬 跟這些官員要住哪裡 嗯 他們是 這個搭上直升機去整個看 陽明山的地形跟山市 哦 所以就決定說要在這一區 就是養得到上來的左右兩邊 是 這邊也是有點居高零下的感覺 就是 是在半山坡上 是第一個安全 第二個 因為他們 呃 台北的是盆地 所以夏天的時候非常的熱 嗯 那陽明山就會比較涼爽 涼爽 所以當時蓋的都是那個小木屋 是 是照著美國那種規格的小木屋 然後也有壁爐 哦 到冬天的時候 也不會太潮濕 也不會太冷 是 那 童律你還有講到說 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代地 那代地的話一般在 你看嘛所謂的代地 不太方便進出的 對不對 因為它是最後面一間嘛 嗯 就是尾巴最後面一間 真的是代地 對 這是代地 哦 所以他們家就可以暢行入住 但是因為經過這麼多年 又不想讓人家知道 住在這邊 所以 完全沒有任何的招牌指示 哦 你可以從這些老樹也可以知道 這邊原來是森地 要不是 有特定的人來 是不可能開發的 不可能開發的 不可能開發 不然你說它後面還有 還有很多林地啊 對 可不可以買來 蓋房子呢 對啊 那他們家可以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對 我們現在法令改變了 嗯 只對特定人放心這樣子 這個地方很隱密 我們第一次走路的時候 還過 還坐過了 還到隔壁巷子 以為是隔壁巷子 已經蓋成了大樓 那結果發現 哦原來也是維持 近乎深地的狀態 嗯 隱密是應該的 因為其實到今天為止 這塊地都是什麼 它是屬於這個保護區 是 保護區怎麼可以蓋200坪的房子 是 而且是在1970年的時候 我們去查了那個 使用執照出來了 對 好 這個執照 小燕還特別把地址蓋掉了 好 其實是公開的 我們現在 她的個人的名字 同房二哥還大哥的名字 對 同一個媽媽 同一個媽媽 張金鳳的小孩 好 這一張呢 它上面是61年發照 這是在 同綠的這個書 這個 總統青春故事館的書 裡面有揭露這一張 那大家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是陽明山管理局 有沒有 建築使用執照 你去拿你家自己的那個 使用執照來看一下 絕對不會是陽明山管理局啦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單位 大家看哦 他連這個 祭師的姓名 這當然要 要有 要有 但他沒有啊 他 因為他沒有結構祭師 當時沒有結構祭師 他們家自己蓋吧 大概就是建築師 營造 營造廠 有經理人 營造廠 我記得在一份判決中說 因為他們家族要徵產 那個護政事務所 還是那個地政事就說 那個蔡家他們建商嘛 他們是建商 就怎麼樣的 這個文件之類的 那 真的像蔡英文總統所說 爸爸蔡傑森就是黑手起家 這個絕對不是 因為這個是1970年的時候 他先拿到建造 最後才拿到使照嘛 所以使照拿到的是 時候是61年 已經是1972年 而在之前兩三年 勒馬大飯店才剛蓋好 民國五十八 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 那時候 他們在那邊有兩 在那邊有兩間飯店嘛 勒馬對面還有一間 林口大飯店 林口大飯店 為什麼叫林口 是因為原來這邊的那個 老地名叫林口子 不是林口 廠跟林口那個林口 所以這邊是拿靠吧 應該是這個意思 那所以這個是舊地名 然後他就拿這個舊地名 來當他們家飯店的這個企名 當時林口飯店跟海霸王 就是海霸王斜對面 現在是電光牌的招牌還在 好就是那一棟就是原來的 林口飯店 到現在都還沒有改建 勒馬飯店也沒有改建 他就是拉皮吧 這就是林口子林口飯店 那當時的一些 美軍貢団嘛 所以有很多的 對有一些情色的交易吧 大概就是在那個區域 好那 這些土地都是在 1960年代到1970年代 就是因為戰爭 所以他們家才有辦法 戰爭 對 好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美軍貢団的關係 否則的話 陽明山國家管理局 只有猜猜你的違建的份啊 沒有沒有 對啊 沒有發給你建照的份啊 非常難 而且當時叫做什麼地呢 我們也調出來 讓大家了解一下喔 保護區 對他當時叫保護區 好到今天為止都是保護區 是好大家看一下這個是 你看這查閱時間是昨天 是前兩天 4月18號 你看他這個土地 使用分區叫住 現在變更為住宅區了 但是他有淡書 原委保護區 京都市計劃檢討主要的計劃變更 因為都計呢 沒有開發作業尚未完成 所以還不能夠照這個計劃來使用 就是說還不能用住宅區 計劃來使用 那這個部分呢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合理懷疑 這是蔡銀陽的房子 你看這個是這個同率查出來的 他在現在是新安段的這個地號 登記面積3000多平方公尺 那共有人蔡英文等5人同房的 凶姐那繼承而來 但是這塊土地並沒有被他揭露出來 這個資料是這樣子 這個資料是因為他是總統嘛 所以他是 他依法他的財產必須要上網公開 對 所以這個是上網公開的資料 那這塊的地木 因為他總共有3300多平米嘛 對 這塊地號並不是蔡銀陽的那塊房子 這個地號不一樣 然後你從空照圖就可以知道說他在哪裡 我們從空照圖可以知道 這個是地極圖 地極圖 地極圖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這個510地號就是現在粉紅色這一塊 一整塊 這麼大一塊 那他現在我們剛剛走路看到那個豪宅在哪裡 在他的左前方 對對對 這邊 這邊 你看他後面還有多少地 小小的地 是 那這個是沒有申報 這一大塊是有申報 是他以繼承的名義 他有持份的 是 那這個因為他要共同共有 所以這蠻奇怪的 應該是要變成這個共有而已 可是目前還是共同共有的那個狀況 可能也許他卸任之後 就會去區別所有權了 對 那可是蔡銀陽這塊土地 這個房子 蓋的時候是1970年嘛 那個時候蔡銀陽才20出頭歲 對啊有可能自己買嗎 不可能 他那時候還是學生 所以他最後還變成醫生 其實那個時候還是學生 好所以 而且我們知道就是說 蔡家有這個土地官司嘛 所以在告 蔡英文的另外一個異姓的哥哥 叫張伯年 張伯年是被告的那個案子 他們家的真產的官司裡面 就有講過了 就是他們所有的財產 都是爸爸借小孩的名字 借名登記 所以照理說 蔡銀陽的名下這個財產 也是借名登記的 好讓大家回憶一下 他們家有多少人 爸爸蔡傑生娶了四房 那第四房張金鳳生了 目前看來四個小孩 總共十一個小孩 蔡英文是最小 排名第十一 但是我們在判決書上 屢次有看到一位姓張 應該是他的兄長 那姓張那看起來是跟媽媽同姓 到底是同母義父還是同母同父的 蔡英文的哥哥 目前看來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但是這個官司在取決於楊阿乖 就是三房這邊 有一位這個兒子是已經先過世了 應該是蔡營任吧 那他的兩個小孩發現說 有些房產登記在爸爸名下 但是為什麼爸爸過世都沒有交代 那就找媽媽 那就變單親的媽媽 要去取土地所有權狀出來 結果呢取出來的過程當中 被蔡傑生給阻止了 而且對這一房有了特別的不信任 那因此官司就打下來了 那這個張柏年我們懷疑 因為蔡傑生有很多的官司 房產都直接有張柏年 在他的名下來處理 那張柏年呢 是不是蔡英文的 這個同母同父的哥哥 所以應該是有12個兒女 是有這樣的懷疑 我覺得可能性比較高 因為他們家最重要的 起家的這個財產就是 勒馬飯店 就是現在的海拜王這塊土地 那當時這個土地呢 就是登記在張柏年名下 這麼重要的一塊土地 資產這麼的高 價值這麼的高 登記給張柏年 我認為這個不是 就是說如果他是 張金鳳從前婚 或是前面的關係 帶來的孩子 應該不會這樣信任 是 他還有其他的孩子啊 他可以登記 一樣登記在蔡英陽 或是蔡英明名下 對 是因為蔡英陽的名字 上一次出現是在2022年10月 那時候蔡英文去參加一個醫學的 一個風濕性的這個醫學會 那當時呢 他就有講說 因為他有一個哥哥是當醫生 所以他來這邊有點像是 跟大家互相問好 就拉攏跟這個醫生的關係 那在上一次是在2016年 那時候左右 巴拿馬文件 流出來的時候 各國政要還有政府總理 有哪些財產是藏在海外 他的名字有出現 那巴拿馬文件呢 這個蔡佳律師是說 他是因為投資的關係 所以才放到那邊 但是通常在巴拿馬 有三個目的 一個是投資 一個是 洗錢 一個是藏資產 就是不想讓政府 海外資產 對 看到 那他登記的地址就是 同一個地址 喔 就是陽明山 那個境外公司的那個地址 就是陽明山那個地址 就是我們去了陽明山那個地址 就是我們去了陽明山那個地址 也就是蔡英文說 他收到了一封LSE 通知他說 他已經錄取博士了 也是記這個地址 對 也是記那個地址 喔 所以到底這個蔡英文小時候 他的同學是不是有說 看過他們家陽明山 對 他大學同學 房子裡面有什麼什麼城市 有一些律師 都是我學長嘛 他們就說去過他家 他們家有一個小小 有一個游泳池啦 那大部分人都沒有 家裡面有游泳池啦 所以這是非常稀罕的事情 那其實那個都沒有建造啦 就是說陽明山有很多的房子 有一個水池 其實都沒有那個執照的 那個就是用那個所謂的蓄水池的 這樣子一個明目 所以申請下來的 是 那我覺得同路你這邊查的 還蠻 我們當然有幾分證據 就說幾分話 我們今天去的這個地方 這個是陽明山1970年那時候 的美軍建設的一個座落的位置 各個社會都是 我來說這張圖是哪裡來 這張圖其實就是在這一區在導覽 就是臺北市有很多的老師在導覽 這個 這個當時的美軍顧問團 在台灣的時候那些歷史 所以你看他也有防空洞 還有領養港故居啊 對 那他就把這一些色塊 用色塊來區分當時 呃什麼樣的功能在哪裡 這樣子 所以你看他有網球場有沒有 有一個綠色的部分是網球場 對 他還有停機瓶 停機瓶有沒有 對 那我們去的 對 我們是H2 就是粉紅色那一區是H2 H2是將軍區 喔 那你現在比的這個位置齁 的最裡面那個代地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它是代地 你看 養得大陸上來 往台北往下 往北往山上對不對 養得大道的入口處 現在是一個 養得大道 加油站 好 那入口處是有鋼燒的 也不是可以隨便進來這一區的 是 所以他住在將軍區的後面 等於是美軍顧問團的將軍 在保護著他們家 你想想看這個關係 而且 我們現場去看就知道了 不要說現在 你現在絕對該不了的 保護區你有辦法蓋200坪的地 保護區有沒有辦法蓋200坪的地 而且顯然他們現在把保護區 又變更成住宅區了 只是他被覆記就是說 都市計劃還沒有完全 不知道要怎麼執行 所以還不能夠改建 那我相信 因為蔡英文沒有出價嘛 所以那個 這個房子就是他從中學 一直到大學 一直到出國留學 你看他的信件 都是寄這個地址 所以我相信他的房間還在啦 是 那這樣的一個地方 又有巡邏的鋼燒 有沒有可能招小偷 不可能 不可能嘛 所以他的所謂的博士證書 他的律師證書 他所有的證書都在這裡啦 應該不會掉的 所以如果沒有博士證書 應該就是沒有博士巡邏 這是他自己說過的話 這個是空照圖 對 他們家的地號 如果用地號查出來 是在這個位置 那旁邊的零像 都是以前的這個很原始的零像 這個是 他申報的那個 民國83年的空照 那當時這個地號 1983 1983 1983 他增建了 這個北邊的這一塊 就是擴建的 他如果有比的話 這個擴建在這邊 游泳池在這裡 房子在這裡 然後北邊的這個是後來擴建的 這一塊就是網球場 後來不見了 後來不見了 現在沒有了 這是1983年的時候的空照圖 所以那個 你不可以沒有執照 就去擴建啦 那就是違章 1969年還是一個 完全是空的 這是等高線 那美軍供應團已經在 都是在這一區 這是H2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H2區 那三角形的部分就是 都是空地 但是呢 到了這個 這是幾年 62年的航照圖 這個地方已經不是空地啦 這個不是62 這個是 這邊 這個是 這是 62之後的 在68之前 對 所以後來 就已經有房子了 對 有房子的時候 他那時候還沒有 北邊還沒有東西有沒有 對 北邊是綠地嘛 對 他後來網球場就蓋在這裡 這是違章 就是拿到死照之後 沒有多久就往北邊擴 這樣疊上來就非常清楚 那他現在我們剛剛看到的 他就蓋上去了 對 這個是增建的 一個62年到68年還是空的 然後到68年後 航照圖已經是有增建了 對 他們家很愛買地嘛 對 所以後面現在他繼承的那一塊 就在這一區 對 比現在我們去的還大 比這邊大大概是五六倍以上 哦 剛才看到那個地級圖 就可以看到那個面積的位置 哇賽 五六倍以上的大小 那他這不是保護區嗎 保護區對 如果這一區全部都被變更的話 這一塊的資產也不得了 就這一塊 不得了啊 這一塊比這一塊 你想想看是幾倍 不止五六倍 不止 我們去的 原來只是小屋見大屋 小小一個角落而已 然後這一塊如果也是見名登記 這個豪宅沒有辦理繼承 沒有繳遺產稅 哦 他不是說信託嗎 因為在這個張柏田被告的 那個案子裡面 他們有說嘛 所以所有買 爸爸買給小孩的 所有的房地都是信託 哦 所以應該是要繳遺產稅 是 我們也特別打電話去 台北市都發局去了解哦 這個 上面剛剛跟大家講說 原本是保護區 現在已經變住宅區 其實也是他們家申請變更 那因為 有些細部 土地還沒有整合好 包括地主啦 他們家的地主 或者是跟鄰居家的地 如果整合好的話 就可以再去申請 真正變成住一區 然後跟建商一起來 核蓋房子 就像 其實在那個畫面當中 隔壁已經 隔壁的巷子已經有這個 蓋了豪宅 蓋了豪宅起來 就會像那個樣子 那因為現在細部 或是他們 地主意見還沒有整合好 所以現在是維持原來 單獨棟的兩層樓的建築物在那邊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就等他們了 要變成富翁要怎麼變 你這個變更之後 現在陽明山 這樣子稀有的地 非常稀有 因為它都現建嘛 是 那 所以這樣稀有的地可以蓋 而且可以蓋大樓的話 其實一坪都上百萬 現在都一坪三百萬以上 是 那如果當它蓋成大樓好幾戶的時候 那在賣的話 那真的是 那也是幾十億的價值 在這上頭 一夜支付啊 對 那我真的很好奇想要了解 它1970年那個年代 戒嚴的時代 到底是怎麼奪得這個土地 張家 就我所知 張家 張金鳳的家族 他自己原生的家庭這個家族呢 其實在這附近也有很多地 對 當時有一個 就做這個西裝的叫做狗標 如果那個老台北可能知道 這個應該就是張家 應該是張金鳳家族 是 所以為什麼 當然 蔡家的其他的房 會覺得說好像 他們比較弱勢 可是 可能 我覺得 看他們家的這些神神秘秘的這種關係 對 可能是因為張金鳳家族 確實也有一些影響力 甚至美軍顧問團的關係 到底最初是誰拉過來的 究竟是 蔡傑森自己的關係 還是張金鳳這邊的家族的關係 這個 不得而知 是 也許我們 將來如果繼續查下去 也許會看到真相 可是 這個是他們家族的問題啦 對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 不可以把公園地變成私產 如果你徵收了其他所有人的土地 變成公園用地 那你現在要把其中的一塊變成私產 而且要變成商業區的話 那請你把所有的二號公園的土地 全部還給原來的地主 一點都沒有這個 違和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符合公平正義 否則的話你就全部通通都變成 對啊 二號公園應該是要一個完整的公園嘛 非常的不公平 然後你連山上的房子都是特權 是 所以我一直主張台灣從來沒有真正的政權輪替 因為特權永遠存在 但不是顏色的問題 我覺得顏色就是騙人的 嗯 真的當了 當他們還是平民老百姓的時候 帶著人民到街頭抗議 但是等到自己變成特權之後 那就變成所有政府官員 要服務他這個特權 那就會很有趣了嘛 當他帶著大家到街頭去呈抗 去抗議的時候 他們已經把陽明山的保護區 申請變更成住宅區了 哇那這個黨產會不用查一下嗎 然後你的保護區 原本是保護區就能夠蓋200坪的房子 那是特權中的特權 所以為什麼這個使照是陽明山發給的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局發的 對 那一張非常重要啊 我其實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心裡也很納悶 我從來沒有看過陽明山發給的這個使用執照 建築物使用執照 但就這麼一戶吧 應該就這麼一戶吧 對那 那剛剛同率你有講到說 他因為小孩子眾多 蔡潔生的孩子眾多 那這個房產怎麼分配呢 在家族會議當中也顯露出來 這個財產怎麼分配 蔡潔生有一個習慣 他喜歡把財產 就是借名登記到各個小孩的名下 但是真正使用的是蔡潔生本人 你這些小孩要怎麼使用 房產權狀都還在我手上 都不能夠擅自做主 所以也難怪他們的第三代 從美國回來想要了解 想要徵產 那這個蔡英文就是負責把 所有財產分配做成表 然後告知所有的兄弟姐妹 所以是不是你在查訪過程當中 蔡家的這個姐姐 還曾經講過一句話說 我們家都是小妹決定啊 對 他們沒有辦法置會 蔡英文說得算 對 這是蔡英靈 當時她為了台北市政府嘛 就是想要去收回這塊地 完整二號公園 就是在陳美扁當市長的時代 副市長去的 副市長去 出發去 想要把她拿回來 結果聯絡的結果是說 想要找蔡英靈談一談 然後結果她說 不對不對 你這事情一定要找這個蔡英文 她說得算 所以當時我們知道嘛 這個台北市的副市長 就是後來監察委員 陳時夢 陳時夢委員 她去找蔡英文的時候 蔡英文竟然叫她去 海霸王去看她 照理說這個備份的關係 應該是 蔡英文去拜訪陳時夢老師 結果不是 她叫陳時夢去海霸王找她 他們在海霸王 到今天還有一個辦公室 是要請她吃飯嗎 政中企業 就是 你有什麼事情讓你來找我 我們在飯店裡面談 結果呢 她去了 她把那個想要跟她交換的土地 她想拿台北市的土地 去跟她換這塊地 陳時夢想跟蔡家換 用以地換地嘛 她要拿這個中校東路的土地 架子也很好 為地段也很好 你可以把一個完整二號公園 還給我們 還給台北市 結果 蔡英文當時就跟陳時夢老師 斬金結結結的說 不可能 不可能 就是不換 所以陳時夢就回去了 然後監察委員也幹不了了 陳時夢那時候是台北市的副市長 副市長 副市長的時代 大概1996年的時候吧 所以她後來 陳老師跟我講這段過程 那 所以她說她後來 從此 如果有人請客或是宴會 辦在海報王 她再也不去 對 她就再也不去海報王 原來還有這段淵源 有這段淵源 那蔡英文執政下來呢 這八年來執政的好不好呢 我們也到 究竟到文大校園去了解一下民眾的想法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執政黨 或者是一個政治人物 不管他們做得再怎麼差 只要自我感覺良好 都可以變出美麗的謊言 開出美麗的空投支票 一個執政黨 對於人民的痛苦 無動於衷到這種程度 真是台灣的悲哀 大家都看到了 我們不靠抹黑 我們不靠投資 我們不靠抹黑 我們不靠抹黑 你們剛才對影片 然後蔡英文講的話 有什麼想法 就她講的啊 就是美麗的謊言啊 然後就是 自我感覺良好 就是她自己啊 就是 感覺就是在講她自己啊 我們 就覺得 民進黨這幾年做下來就是 沒有做到她當初他們講的 東西啊 現在什麼東西都調漲 也沒有比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好 那肯定是 沒有做到 大部分沒有做到啊 只是 就是 我覺得 呃 光我覺得物價跟店這個事情 就滿明顯的 就是派系嘛 然後 派系一定會有個頭嘛 然後那個頭通常都是大佬這樣 那你會覺得這樣對人民好嗎 那當然是不好 就是 不管是什麼政黨 他們的目的都應該是要 以人民的福祉為優先嘛 那你覺得她現在沒有做到 有做到嗎 就是覺得沒有為人民的福祉這樣子 呃 現在民進黨一定是沒有 對對對 至少 我覺得在 民生這方面吧 感覺現在 社會對民進黨也是 風評也感覺沒有很好 就派人民去投票啊 就看 有些人覺得好 就讓他繼續留著 覺得不好 就用選票把他 請下台啊 可以政黨輪替 換人做做看也是 也是OK的啊 感覺我應該會投給那種 小黨之類的 就是 不會是 國民黨或民進 因為感覺就是 一直都是他們兩黨來做 但是 也都是做成那樣 就是 好像 也沒有變得更好的感覺 所以可以投給小黨 讓他們 試試看 我覺得 因為現在很敏感啊 你靠近美國 因為現在中共 因為他靠近美國 中共他就想要打台灣 對不對 那我不懂他為什麼要去訪美 對嗎 我這樣講應該沒錯吧 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機點要去訪美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只是要去爆美國的大腿嗎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 對我們而言 我就覺得 他是多此一舉 喔 那馬英九的名字 馬英九 我覺得他是有在做外交 當然不希望啊 我們小孩子 現在 過了這麼 幸福穩定的生活 那小孩子 有辦法走上戰場嗎 我們現在年輕人有辦法嗎 對啊 我覺得 應該沒有辦法 蔡英文是要刻意去中嗎 很明顯啊 她很明顯啊 對啊 她非常目顯 很明顯要去中啊 對啊 目的 你會覺得她的目的是什麼啊 目的就是台獨啊 就台獨 對啊 但是台灣獨立其實沒有什麼好啊 對 也沒有什麼所謂的 一定要去特別去強調台獨這件事情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現在大家都已經 就在這種和平共處的一個狀態下 沒有必要去刻意去強調台獨這件事情 而且其實你看嘛 整個教科書改到 其實小孩子已經不知道他的根在哪裡了 好這是我們在文大校園隨機採訪喔 真的是民眾很真實的心聲喔 大家有很多的擔心啊 也有很多的建議喔 希望我們小英總統可以聽得進去啊 好那接下來來看喔 朱農有在兩年前呢 眼看大勢一去就把這個豬舍給收攤了 然後轉做農作 但是現在台唐要把地這個收回去 然後高雄市政府也要把它轉成工業區 蓋光電板 我們現在來看看豬農的遭遇 眼見萊豬就要進口 有豬農已經準備打烊 像屏東這戶豬農最多有進百頭 現在老豬成豬去拍賣之後 籠子空了出來 也不打算再進種豬 這個修徒用 會有管理部來講 怎麼會這樣講 怎麼會這樣 現在亂台也要多一點 別說不會了 走到豬舍後面還有乳豬 說不擔心是騙人的 如果你說報警 價值不高中 他以外來 像現在的萊克爾安 這個公司 應用到 有可能我們就要去生存了 我放下來比他更多 因為現在修徒說 今天要撩貴 錢包那麼多 五百億基金 要去生設備 都有聽說 但是還沒有真正的 去邀我們參禮 這個樣的會議 像邵先生就打算收胎 不養豬了 改種座物回回田園 在小港區重租了 近一甲的土地 已搭建景觀設施 要享受田園了 共有24戶農戶重租 但是1月突然來了 怪手竟然要產平 讓農務傻眼 台藤的你看 在外面排排站 超過15個人 中央把這些菜 翻賣 全部都要吃到 這都輸人才算 6月分租一塊去 蓋一個很漂亮的小木屋 今年6月租分租 到明年6月 公告寫 限期清除地上物交還土地 農務已屬無權佔用 10日內盡速搬離 否則視為廢棄物 又寫如果再不清理 沒收履約保證金 並故功代為清除 也不得向台棠請求 任何賠償或補償 少先生說 和台棠的租地更做是一年一約 今年租金早已會給台棠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高雄市唐廠的農產客 我們實際來幫受害戶 來了解真實狀況是什麼 楊先生在嗎 楊中林先生 楊中林先生 黃科長在嗎 黃科長在嗎 黃科長在 黃科長在 座位空空出差了 他們說要聯絡發言人 總是不能說 你給人家租地 還是你的地租給人家 你不想租了 總不能不先走吧 不想租你們 但是他匯款進去的時候 你們應該就要通知他不要 所以我們就趕快跟他講了 點完以後 我們就會開始辦 你這個移角的反向退法 現在卻有在辦了嗎 我們就會要告訴他 你不要再匯了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再辦 然後那個地收回來是要 以後要做什麼利用嗎 過去會怎麼開發我不清楚 一切因為台唐要把地收回去 將改建成倉儲轉運站 公文是寫 因此田地已無何客田付之適用 從103年按一般用地稅率 課徵地價稅 要追溯5年 也就是104年到108年的地價稅 總額大約4520萬 因此通知成租了6年的成租農 限11月底前返還土地 但公文只寄到農務代表人 香茅姐的手上 其他農務一開始都不知道 說著說著 香茅姐騎車突然出現了 因為台唐主席人家 就是叫我們到當時 人家有需要 有人要收回來 我們就要收回來 不是我們要收回來 沒有簽名嗎 我們今年沒有簽名嗎 台唐今天是沒錢 他今年就不要租給你們了 我們是退休以後的休閒生活 運動 然後重視吃健康的菜 我沒有辦法算 農耕地怎麼會變成轉運站呢 稅捐基增處這麼說 以前是因為公社沒有玩具 所以如果你繼續做農業只用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課田戶 但是條件就是要自己去耕作 那因為它是出租的 出租就有收租金嘛 那這個就不符合我們田戶的規定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恢復成一般課地價稅 我們公務局現在已經把它認定為 是公共設施玩具的區域 所以必須要課地價稅 所以跟他有沒有做農漁是沒有關係的 總地價就是55%最高的 說繳不起啊這樣 不是他們已經繳完了啊 從104年到108年 總共五年間補課了4520多萬 那109年 單一年就是要課徵904萬 那因為做農子實際上 只有一年有58萬的收率 這個租約到期的時候 我們通知陳志仁就是 不讓他再做稀約了 我們就是要收回來 做這個比較高價值的使用 好 我們現在豬農少南雄大哥 就在我們線上 這樣看起來真的覺得非常的令人難過 來 邵先生 在線上嗎 好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是 這麼多年來些官司還在打嗎 是的 好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現況如何 到目前為止已經收到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地檢署最高高等法院的 信函已經超50分了 所以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是 哇 邵大哥 我看到那個兩年多前的採訪跟你現在 你真的是煩惱很多唷 你們現在投入的心血 有快兩億有兩百個小農 投入快兩億的基劇 然後現在全部都要收回 也把你們的地都拆除了是不是 所有的融資跟資材工具 全部會一旦 是 那法官有沒有聽盡你們的話呢 如果有的話就不會那麼久的還沒有責案啊 這個應該講說我們呈現了很多證據 還有很多證人的呈現 法官一字不提啊 讓我們非常揮心意能 哇 那你們有兩百個受害人 現在只剩下二十多人還在堅持下去 那其他人是都放棄了是不是 應該是這麼講 你現在覺得 你現在的生活有被影響到嗎 因為是不是連退休金也都投資下去啊 是的 因為我長期啊 就是以投資跟自己研發一些副產品以外 大部分所有的資金啊 都直接回歸到弱勢的身上 或者為這些弱勢爭取福利的 這一些方面 那 也沒有什麼退休金啊 就是自己監裁賺來的全部投資在這個裡面了 那這一次咧 我們覺得 非常的揮心意能 就是台糖也是國營失業 他沒有經過法律程序 我有相當好的依據 就是 代表人 國里華香 在民國一百零九年的時候 說沒有簽A 對 他為什麼 他一直在跟著 一直跟著到 九年的十一月三號 還在跟著 台糖的 派了 挖土機 要進去鑽除 是他的分出租戶啊 外籍的新住民 來跟我申訴 我才臨時幫他擋下來 然後跟台糖的黃科長溝通 說你要有一個配套 不能傷害弱勢 尤其是新住民 來到我們台灣沒有照顧他 就不行了 不能用這樣的方法 一定要有配套的措施 我還表示完全配合 好的 那因為這一次這個官司其實 一打都很久 真的讓他覺得 有錢判生 無錢判死嘛 因為據我所知 他們當初會投入基劇 投入投資喔 也是高雄縣 有一個回歸田園的農地開發 叫做核發產業園區 那是比較低的租金 租給這些農戶 也租了六七年 那哪知道呢 後來要收回去 剛剛那個台糖經理也有說 他們要做比較高價值的經濟利用 那現在要變成這個轉運站還是 轉運站的那個工業區的頂樓 是要變成這個光電板 也要做這個光電板的利用 那犧牲的就是這些農戶啊 那他們當初一年一約 雖然台糖是跟一位 剛剛影片中的香茅姐來簽約 那背後呢 類似還有二房東200戶的 農戶都投下去哦 他們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退休族之類的 那但是政府這個 這個政府他在收回人民的 這些土地的時候 難道不應該做多一點的考量嗎 我有傳這個行政程序法 給主持人參考嘛 其實行政程序法第八條跟第九條 其實它有這樣的一個規定哦 條文我可以讀給大家聽哦 很短 它是一個原則的一個規定 它說行政行為應該以誠實信用 之方法為之 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法之信賴 好再來 你應該對於行政機關就該管的行政程序 因當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的情形 一律注意 那它的原則就是這樣 就是說 今天我看台糖有兩個困難的地方 第一個 它有一個比較長長期的租約 但是後來變成一年換一個合約 對 而且它也明知道就是說 有這些散戶 對 再跟它乘租 因為這個租金是直接由這些散戶 不是匯給香茅姐 而是直接匯給台糖 嗯 所以才有台糖把錢匯還給他們的這樣的一個 對 就退還給他們 所以它明明知道就是說 是這些散戶在租用 哦 那現場租用是怎麼樣在使用 是 它也知道 它去看看你有沒有什麼 機具的這個使用都知道嘛 對 你錢是直接匯給你台糖的 為什麼你今天說不租了 你的通知只給一個人 哦 就給原先簽契約的那個人 收錢的時候就通通都可以收 可是通知的時候只通 你可以通知到所有的人嘛 當地也可以貼公告啊 你可以有很多的方法 你明明知道這些人在利用 所以我們看行政程序法 為什麼要有行政程序法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你今天在解釋 或是你有行政行為的時候 不是我自意我要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 他說現在因為我們有困難 我們剛剛講另外一個困難點 是因為我台糖不是自用 我把它出租了 我是收租金 即使你現在還是農地的使用 它不能夠再科農業的這個稅 是不用繳稅的 它把它當作是一般的土地 對 我覺得這個在行政解釋上 是有空間的 就是它明明就是農地的使用 你立法的原則 就是因為它是農業的使用 所以不科稅嘛 是 你不可以說因為你沒有自用 所以你把它變成是 出租給別人做農用 然後就要科一般的稅率 對嘛 它明明就是做那個農業的使用啊 而比較妙的是台糖也把這個錢繳了 而且還是打官司告稅捐基金處 然後這個就是政府的 政府的左手到右手的這個問題 其實問題也不大 可是你今天對一般人民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給它比較寬的實現 不要說馬上我今天不讓你租了 你就不能夠繼續用了 不對吧 你應該讓它已經投入的機具設備 水電啊這些都到位了 所以你這些是不是可以讓它 比較長的時間可以回收 或者是說台糖還有其他的土地啊 對 是不是可以轉租 是 這都可以協調 這個就是行政承諭法說講的事情嘛 對 我今天不是因為我當政府 我高高在上歲 我解約我就解約了 因為我被科了很多歲 所以我必須要做最好的利用 對 政府不是為了賺錢而存在的 看起來是政府在跟民眾這個爭力啊 強調 對 政府不是為了賺錢而存在的 而且你已經出租了之後 你明明知道這些人會做這樣的投入 你片面的 這個 這個合約絕對不是 這一些承諸戶 決定的嘛 嗯 你片面決定說你一年換約嘛 嗯 可是如果認為說一年 一年接一年會繼續換下去啊 是 結果沒想到他們的投入是 每一年都會被斷頭 對 而法律上看起來是 嗯 台唐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法院一直判他贏嘛 對 因為合約是這樣子寫嘛 那法官呢 他沒有感覺沒有從頭到尾看喔 只有看契約 對 你怎麼主張嘛 這是民事案件 所以你怎麼主張 他怎麼判 完全看合約嘛 可是完全看合約就失去了 行政情侶法 在講的這種 身為一個政府 你應該要保護人民的利益的 這個基本精神嘛 對 政府是為了人民而存在的 嗯 對不對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就是講民有民事民想 這個是非常基本的 憲法和基本的權利 但這個判決裡面 我們也看到了 因為法官把那個之前 農戶跟這個台唐 台唐就是說我不租了 退錢給你們喔 這看成是一個契約 第二個是投入 農戶投入的機具等等 這些基礎設備 大概有上億元 這個部分呢 法官要叫他們 先繳一個166萬的裁判費 我才能夠審 不然就不會 看起來是 這一點也是 我一直覺得 有錢判生沒錢判死嗎 我一直覺得司法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是台灣的司法的特色 就是說 呃 我們一直有一個 很重的一個裁判費 這個裁判費 基本上大概就是 將近於你的訴訟的金額的1% 嗯 這是非常大的金額 所以這還不是有錢判生 無錢判死的問題 嗯 是你根本沒有全力走進法院的問題 哦 如果你今天訴訟標的 是一個一億的土地 那你明明因為這個糾紛 所以你手上沒有現金 你要走進法院 你要先繳100萬的裁判費啊 對 那你如果拿不出來 這是現金喔 對拿不出來怎麼辦 你如果拿不出來怎麼辦 你就不能去告啊 所以你連法院的門 你都進不去 然後如果地院輸了 到了高院的時候 是 還變成1.5 1.5 對 還要再加 不是1.5倍 就是他的裁判費 比地院還要再高 哦 還要再加增 哦 所以不是地院你繳 你可以一直到最高法院 都可以打完布 你要上訴到高院 那再繳一次 上訴到最高法院 再繳一次 那窮人完全沒有辦法 窮人完全沒有辦法 那我們來看 像我們舉美國為例好了 我們常常看美國判決 判一個天價上億的損害賠償 對 美金喔 嗯 那你說美金上億的損害賠償 哇30億 那你要繳 你一審就要繳1000多萬 美國人哪有1000多萬的存款啊 那能怎麼辦 而且你是受害人 你可能是車禍的受害人 你可能是房屋坍塌的受害人 你哪裡有這個錢啊 對 他沒有這個規定啊 沒這個規定喔 你不用繳這種什麼裁判費啊 沒有這個規定啊 哦真的 對啊 那才是真的民主國家啊 對 台灣還在 美國人 美國這麼世界富強的國家 他們不用繳裁判費 那請問台灣為什麼需要繳裁判費 對啊 我認為裁判費事實上是應該要被取消啦 是 我們已經繳稅了 養這些法官了 法院的存在都是我們納稅繳的啊 對 有道理 為什麼還要再繳這些裁判費呢 是啊 當你說繳裁判費可以避免濫術 這個思維本身就已經是那種 有問題 有問題 就先要擋掉一些 認為那些會濫術的人 對 沒有錯 但這些不是濫術的人 這些是真的受害人 是 所以都被擋住了嘛 就不止他們啊 嗯 然後我們剛剛看特權是什麼 特權是蔡英文他們家這種特權嘛 對 我覺得陽明 住在陽明山的 你家房子有偽建被拆過的請舉手 好 請在下面留言 在陽明山 應該幾乎住陽明山 想要再蓋一個什麼東西出去的 偷偷偷偽建的這個經驗啊 拆的特別快啊 是 好那我們今天對比了這個 蔡英文的家族陽明山 這個大家真的過去有新聞幾乎沒有人 也不敢討論他們家族的狀況 原來同律一找出來 原來我們去的只是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而已 他們家的小小 小小一塊就佔地了3300多平方米的這個土地 那原來後面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地號 哇塞真的是原來有錢人是這樣子 佔用市民的土地來的嗎 他不是佔用市民的土地 他就是本來是保護區 保護區根本不能蓋嘛 對 根本不能蓋 根本不能蓋嘛 那你後來我們有開放一定的等高線可以蓋 那個比例很低啦 可是他們現在又把它變更成住宅區啊 是啊 他們家申請要變更住宅區啊 這真的是 人家說什麼 馬無野草不菲 人無橫財不富 原來這個是致富之道 他們家致富之道 對同律你有講說在追查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喔蔡家 結果不管是蔡傑森那一代 還是他們兄弟姐妹 十一個甚至十二個兄弟姐妹這一代 都是在搞多次計畫變更 對啊 我們剛剛看到的資料就是 他們在這個保護區 揚明山喔 對 國家公園裡面的保護區 你也可以搞這個變更 對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 那我們講海霸王應該要回歸二號公園 這個也在申請變更中嘛 實際上原本是中央軍事 學校 這個會館用地建築用地 這是軍事用地 對 現在他們家已經在柯P時代兩次申請 要變更商業區 一次是在 他一直都在申請 事實上從馬市府時代他就申請了 但是在柯市府時代他現在又申請一次 然後柯市府原則把他通過了嘛 您去採訪過柯市府 柯P市府團隊是說原則通過 但是現在是內政部 對 因為我們一直去爭執這件事情 我也寫了這個情願書了 所以現在內政部是又把它踢回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審查委員 應該要有 要有guts 對 真的要守住這塊土地 為了台北市民 是 那個真的就變奉送 如果真的過的話 就奉送他們家 這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真是沒有人 正常人是沒有辦法忍受的 而且綠委們 這些也是人民選出來的綠委們 到底有沒有在監督啊 當作沒看到這樣子 對啊 在立法院也是通通都睡著了 然後這個讓這些官員啊 農委會 現在要變農業部啊 還有這個外交部啊 還有這個財政相關的官員 在那邊講說 五四三啊 就是說不耐煩的被 一一的被質詢 然後還建設當上去 哇 這種官員的嘴臉 真的是人民 真的是有點忍不下去 好 那今天 就非常謝謝同律 謝謝 到節目中來 謝謝 我們今天還沒有聊夠 下一次再 下一次再請同律 有空來 再跟我們講一些 我覺得那個小金庫 哪一個 救藥定基金這個小金庫的問題 最近被炒出來嘛 是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再生蛙 是 沒錯 那 30年前 25年前 高雄的25 淑女牧 如果要緬懷他們 也不是 也不是補助給他們家人 這個3000萬 而是辦一個活動 那這25年來 沒有其他可供這個 示範的典範嗎 太多了吧 我必須要這樣講 在街上所有的車禍 意外 哪一個人不是工人 哪一個不是女性 哪一個 就是女性工人的 對 太多了 你為什麼對這個事情 特別做這樣的補助 因為在高雄 而且 問你這個是救藥定基金 救藥定基金是拿來補助 就是我們如果失業的 現在還活著的人 如果失業的話 必須要補貼他的 對 結果呢 而且是從弱勢團體 剝削來的 就是有幫式樣保的家庭 你就跟他剝削了救藥定基金 他們假如救藥定基金 被你們拿來做小金庫 這實在是 太過分了 我認為這是最大惡極 是 今天我們有法槌 很生氣 法官拿法槌 人民如果生氣 就拿共體上街了 真的是 來來來來 民間特徵組有自己的新頻道 不要再說 找不到直播的路徑了 每週三下午5點到6點 在中地電視 YouTube 或者是在民間特徵組 YouTube 就能夠找到直播 就是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泰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 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100本 3 2 2 3 4 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